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受过很多的高等教育 读了很多书 当然我们中国人里面教育都是非常的重视的 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一个一样的就是说 在财富方面的教育,我们是太缺小 所以人们呢,每个人都需要在这财富 但是呢,也是每个人在不断地为财富奋斗 但是都非常的艰难 特别是走到国外来的时候,发现是越来越难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大家都是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所以的话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财富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经验 人家一听到这个东西,就是害怕 所以的话呢,这个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呢 这个世界上大家都知道,风险最大的地方 一进来讲股市,讲投资,大家就知道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人们的观念里面 股市投资是风险最大的地方 实际上呢,对我们军业人来讲呢 实际上股市投资呢,就是说 所以说投资啊,是所有的在财富创造过程中里面 它是风险最少的地方 为什么产生完全两种不同的观点呢? 就是因为不懂的人,他在害怕 而懂的人呢,他就喜欢 所以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差 是不是啊? 所以的话呢,投资呢 我们讲的是一种艺术 就是说,很多人以为 就像数百张的东西一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做 所以艺术呢,就是 就是说,你应该有这种艺术千财 有这方面的财能 你再去做的事情 是不是啊? 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学的 也不是,你想说的话呢 每个人去学 而且我每天就鼓励大家去讲投资 这个是非常风险的事情 对不对? 这就是假的 但是财富知识呢 是在你读书的所有的学问里面 最有用的 就是我们讲的 是最大的学问 这里面有很多 对吧? 一个是说,我们人们追究的 他研究的是人 研究的是财富 所以你要得到这个财富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财富人士 财富的人 也必须知道财富是什么东西 很多的这些概念 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所以你怎么能得到财富呢?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而这些非常富有的人呢 他每天都在研究这个财富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所以我们讲财富的最大的境界是什么呢? 当研究思想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说读书 每一次就要读很多很多书 把所有的书都要图片 那技术呢 每一次的技术呢 都要学的又精看 又完善 所以说 但是我们来讲 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了 我是学一点的 用一点 不是很有那种很深的学问 也不是很有深的技术 这就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怎么呢? 我心都连来了 我就把这样一个 很多想法 很多经验 我就把它写在这一本书里面 这本书里面 就是说 我的把握叫财富之路 这本书 希望大家都知道了 这本书出卖发行以后 媒体大概现在我们搜索了一下 大概有一百多家 比较有名的 这个知名的媒体已经报道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就是失望呢 就是说呢 给大家一个启发 给大家一个新的开始 对不对? 实际上并不要那么去学 也不要那么去 就去做 我也走了很多 走了很多弯路 才想出来 总结这样的一些经验 就写了以后 就失望别人 大家不要走弯路 大家知道 巴鲁特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 他呢 四十年如意识 一直站在财富的最前列 实际上你要知道 很多伟大的人 他并不是非常非常聪明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技术 对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在说说 可能就是说 知道 现在计算机制 一是千里 对吧? 他可能是用个计算器 北京算一算 对吧? 但是回报很稳定 他一直可以赚钱 他现在是四百个亿 他可能是比较轻松 但是呢 他的老观是很清楚 思想很伟大 智慧很多 他总是别人为他做事情 还是呢 用别人的钱 为他做事情 现在很多人呢 实际上 他说 实际上大多数的人 对百分之的理解 只有百分之十 二十是对的 讲到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以为 老唐给百分之十 风马牛不相知 这句话呢 有一个地方是对的 就是说 百分之十是价值性投资 这是所有的人抓的一个要害 就是这一点 老唐 又不是长线投资 又不是价值性投资 实际价值性投资 在所有的投资里面 是最难投资的 对吧? 长线也是呀 很多人长线就像赌博一样 说明的话呢 他以为老唐 跟这个百分之十是没有关系的 他说 你怎么要把他 写他上去呢? 你是想借他的光 还是用他的名呢? 我说 我不借他的光 也不用他的名 你看看我做的事情 十多年前 就是我们 基本上是十多年前 我们开始做的事情 都一一地制作在这个书上 大家再去研究一下 实际上百分之的 核心是哪里啊 是金融 或金融生意 用财富的理念 就是投资 文 这是他的核心 庄家的位置 是他的核心 他的名气 对不对? 是他的位置 对不对? 他的智慧 是他的核心 他能够带来 连熟不断的回报 大家都跟着他 然后呢 他创造了很多的财富 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最关键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要从这个方面去看 这个老头子 就知道 大家都可以 事半功倍 少做很多事情 我们经常是要研究这个 很多书本知识 实际上呢 最喜欢做的事情 最喜欢做的事情 最有差点的事情 最能做的事情 才有效能 并且呢 就是说 要利用别人的资源 就是帮别人去做 这样才有效能 你说 你自己一个人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可能比巴菲特 可能比巴菲特 投资 在价值性投资方面 做得更好的人 肯定被他多得多 但是那些人都不像巴菲特 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和最伟大的人 原因是什么? 大家就要考虑考虑了 对吧 这个呢 我以前的时候啊 我呢 走的路呢 基本上呢 实际上呢 大概我们走过很多路 也有弯路 但是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在上 这个投资领域之前啊 我以前的时候呢 我也去研究这个 股票怎么样投资 读了很多书 我后来呢 我就发现 首先要知道 在这个整个领域里面 谁是最成功的人 谁是怎么样成功的 我怎么样能够做的 跟他一样 或者比他更好 或者比他更好 什么方面 是我 自己 最 就是 配偶的领域 对不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呢 这个照片上面的人呢 在投资领域里面 可能是 都是最伟大的 投资 所以你要 如果在座的大家 比如说 这几个人 你都不认识的话 或者不熟悉的话 可能跟财富是还是蛮遥远的 对吧 但是要熟悉这几个人呢 还是不难的 这就是 每一个领域里面 你就认识一个 你都不知道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当然了 你现在是老郎也不玩了 包括这呢 当然我们不讲这个了 所以呢 我在研究这么多领域里面 很多朋友 我跟你讲 从第一天投资来的 和以后来投资来的 我们的很多朋友 一直到现在的 大家都知道 我是怎么样走过来 后来我就使劲地想 这个路来 一定要想清理才走 所以呢 我就想了以后呢 我就写下来 我就写了很多文章 大家都知道 我就写了一个什么叫 绑回这个奥妙 对吧 虽然这个呢 这个很有意思 我呢 听说过很多 法菲特的故事 也见到他 在电视里面经常讲 但是呢 我呢 因为是实验家 我也不是那种 读书 读着很多的人 所以的话呢 他那个喊 关于他的书呢 是勤契上放 不知道多少 但是呢 我看的是非常少 但是我一写了一个文章以后呢 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网站 和媒体的冠军 就把呢 这个亚裁总裁协会了 他们那个 就 看到我这条文章以后 他说他要搞个百分之这个 中国的报复会 刚好我是唯一的一个人 就被 在北美的一个华人 被邀请到中国去 做这个 对华卷奖 他说 你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卫生 权威 才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这样的话 就到中国去了 虽然以后呢 我就想 诶 这个路走对了 因为你要 经常多想问题 想了以后做一路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走歪路了 对 这呢就是在北京那个 那个 那个行政学院 那个 做报告的时候 这个 这个呢 我们到了上海 对吧 虽然我们到了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我们走到这个中国去吧 我们就是说 还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就是特别是一些主力啊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就在上海那个 那个一个游轮上 那个杜甲游轮上 那一个报告 我们刚才讲完以后 大家提问了 这个呢 那次演讲以后呢 对到这个 中国国务方面的人士的重视 我们当时呢 后来到了那个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董事长 请我们在 然后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某个那天呢 那边讲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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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论以后吧 中国那个人寿啊 这个我们 走到中国人寿 那个总部去 然后股票就涨到百分之十了那一天 这个影响蛮大 后来呢 我就想了 因为有时候要把一些比练啊 一些那个的话 就是说 要把一些比练啊 能够给大家广告的宣传 因为让大家都能够受益 所以呢 我们参加了一些活动 去年十一月份呢 我参加了亚台总裁协会 跟那个 省市长 在中国的省市长那个 那个 峰会 这是在峰会上 那个照片 那个发言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 那个以后吧 我写了一篇文章 表面讲 那个怎么样跟这个 那个 这个 叫做 召相引致 怎么样 限制限策 这是那个 他们三十省啊 那个省委书记 李宝顺 给他们在 在他们国评馆 那个照片 后来这个书 一发行 发表以后吧 就是说 引起了 这个 所有的媒体啊 很多的关锯 对吧 这就是我们天下华人 那个杂志 这个温先生 他搞的一个封面的介绍 对吧 就是 他自己想一个 就是在我们这个 金融礼群里面 他希望我能够 希望我鼓励我能够做些事情 这就是他搞的一个 后来来来 这本书 第一本书 我们把它送到 给盧大使 在上次同一首歌 唱歌的时候 我们拿了一本书 到这个北美来 然后呢 就送了给盧大使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 安神 这个 自由党 那个 议员 后面就没有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两个照片呢 两个 两边站的那个人啊 他们是从深圳 上次在那个 亚太总裁协会 搞那个 八卫策的这个 实践 理论实践 这个报告会的时候呢 他们从深圳 跑到 北京去 五千块钱一个 五千块钱一张 一张票 然后坐飞机 就跑到去 所以的话呢 他们来以后照相 听了以后 觉得感觉特别 舒服很大 后来呢 他就 上会以后 晚上 他 早上 我跟他讲到 十二点 这十二点了 可是一直想问 问个问题 后来跟我谈话以后 他就觉得 舒服很大 这里呢 这个 这个是杜康九的老板 你看那个杜康九的老板 杜康九的老板 张宏军呢 这是去年 我们那个胡锦涛主席到这来的时候 他也跟胡锦涛主席一起来了 上次他在北京的时候啊 听了这个也是非常感动 他说 我们原先以为 要 这个 要广化一个企业 要很高很高的学问 要很多很多的知识 要怎么样 他说 后来发现 把不得再提了一个 就是 投资了一个职业 叫 X的女的 那个X女的那个人呢 他没读过书 是俄罗斯来的 创业精神很好 职业发展 非常地成功 然后呢 把不得呢 就 看这个人呢 是很有投资权利 他就 投资了他 他在很多上面 就是这个地方 就开始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呢 那边站的那个是记者 后来 我们就上了西洋电视台 我们现在今天 我刚才稍微介绍了一下 这个的话呢 就是让大家有个印象 因为我们今天 也不是 有读书 也不是宣教 也不是学问 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使得大家能够 有一些这个 idea 就是怎么样创造财富 我们不想 因为大家都 会比较饿了 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搞了 几个议题吗 这个地方 2